我上网找资料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他的口很渴 他发烧了 他在修理空调机 我有一台数码照相机 春天来了 带把伞出去 避免淋雨 你的行李超过20公斤了 其中的高个子就是我哥哥 熊猫是珍贵的动物 我有一台数码照相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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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每天都刷牙 考试前要认真复习 带把伞出去 避免淋雨 带把伞出去 避免淋雨 带把伞出去 避免淋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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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天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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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很难学。 秋天到了。 秋天到了。 这个英文句子是什么意思? 这个英文句子是什么意思? 请把行李箱打开。 请把行李箱打开。 你的行李超过二十公斤了。 你的行李超过二十公斤了。 她用筷子吃寿司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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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她用筷子吃寿司。